大家好,我们现在来检查这个塑胶焊枪的准值镜片 准值镜片的这个下方QBH的这个位置有三条几米螺丝 一,二,三,这三条几米螺丝 拿出我们刚才准备好的这个内溜角扳手 戳出这个小号的这个 然后拧开,把这个拧松 几米螺丝松一些 不用打掉 好,拧松之后 把这个QBH抽出来 直接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先把这个放到一边 拿出我们准备好的这个美螺胶 只要把这个封口给封上 撕一截 把这个封口给封上防止它进入灰尘 然后接下来我们检查一下这个准值镜片 准值镜片在这个正上方 拧开之后 拧开之后朝下 拿出来 放到一边 然后把它扣到这个干净的这个地方 可以啊,可以拿个纸巾垫一下 刻出来 注意它这个有三圈 这个也是电圈 就是大一点的这个电圈 中间的这个就是准值镜片 准值镜片它也是 凹凸面的一种 然后它比那个铝合金焊墙 镜片要小 然后这也是同样的检查一下它这个是否有脏点 等一下把它顶上来 顶上来之后就是为了防止 就是顶上来之后就是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镜片给装到这个洞里面 这个也是凹凸面 然后把这个凸面朝下 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慢慢的往下走 然后这就装到这里面了 就是凸面朝下 然后这个小的这个电圈 放到这镜片上面 然后把这个 来 拧上去 拧紧拧到位 拧到位之后 把这个软件交给它拿掉 然后快速的踩到这里面 这里 有这个机密螺丝的这个顶横 在这里 一 二 三 然后这个装的时候 这个顶针的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顶洞 然后对着这个机密螺丝 然后放上去 对准放上去 放上去之后 然后用这个 那六角扳手把它搭紧 拧紧之后 这个准质镜片就属于安装 以及检查完毕了 点赞加关注